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没有感谢我们的马总统 感谢警察的这一段呢 还特别的这个鞠躬道谢 我要再一次的深情的感谢 在这四天里为我们做出很大的 让我们终身难忘的 让我们铭记在心的那些违安的远景 警察 我们没有什么话可以表达我们内心 对他们对他们家属的深情问候 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我的所有同仁 再向他们深深地居上一躬 这个下午三点钟左右呢 这个陈运林呢也抵达了这个北京 在北京呢 他则是说在台湾访问的这段期间 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呢 公道自在人性 两会会谈在台湾的第一次 也是海协会的领导人 在台湾 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 面的第一次 这次会谈 他开启了两岸会谈的新的进程 标志着两岸关系 发展走重要的一步 我们这次到台湾 你们从电视上也看到 确实有一些感染 但是 我们两会所做的协议 我们两岸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 正在互断的前进 这是有会与台湾的人 是历史的发展的必然 所以我们坚信 公道自在人性 我们看到陈玉玲 回到北京之后的谈话 对于两会这次的谈判的意义 也赋予一些北京方面的看法 当然对于过程当中 所受到的种种的待遇 他是说公道自在人性 不过在北京倒是称台湾当局的领导人 这几个字很顺口的就讲出来了 不会在台湾不晓得要怎么讲那个字 最后那个您还是 噔噔噔噔 钝钉了很久才讲出来 我这个称谓 来的时候 来之前 大家不断的讨论 要叫什么叫什么 那就这样子 七分钟结束回去了 会不会再有后续的涟漪 就是民进长会不会继续讲说 没有啊 你看吧 就是不敢叫总统 只有您这个字 会不会有后续 我觉得民进长他当然他要抗争 他什么理由都会有 我倒是想讲 他刚刚讲的说公道自在人性 我相信他今天早上看了所有的报纸 相信他看了所有报纸的民调 这民调也就是说 将近六成的人反对民进党这个抗争 只有两成五的人认为说抗争有利 再来就是说 两会签的这个四个协议里头 有五成以上的人支持 而且持正面的意义 所以为什么他要这么讲 这个毕竟共产党就是说 每一个就是说 能够在台面上 比如说刚刚辉文私下讲说 是西咖的人 他都有一定的利益 我也有公开讲 陈一平是西咖 我忘了 都是身经百战 反而是说我们怎么来看待 就是说这个两会 就两会第一次在台北举行的 刚刚组织人提到说 我们会不会这样的一个形象 影响到台湾在国际上的 我倒比较不认为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你看G7 G8 在哪里举行 都有一群人去抗争 只是人家不像我们这样 蓝绿的对决 相对的是呈显出 是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才有可能让民众 这样走上街头去表达不同的意见 我相当同意就是说言论自由 但是言论自由必须就在 蔡英文你自己讲的 我的唯一命令 不使用暴力 但是今天你让他走了一样 你让这个整个就是说 对你民进党是大伤 对台湾是无所谓的 我觉得对台湾就是因为我们是民主的国家 我们不是极权主义的国家 极权主义的国家不可能让你发生这种 除非是暴动革命 所以今天来看就是说 人在做听听看 就是说到底这个四项协议 比如说两岸本来说要签和平协定 给我忙着操头要卖糖 就两党先签的核心 和平协定 供高啊 投破血流 供高头有投破血流 所以我想就是说 我要往长远去看 那北京对这个暴力 我想以他们的养成背景 他们的过去这种比较 不是民族主义系统 还没有到民主政治这么成熟 一个阶段来看 我想他们对这个暴力 这个两个姿态也相当的隐忍了 主持人 这个陈云林是司机他这我有讲过 但是我也同意他是客人 一些重要的客人 那陳宇敬已經 你剛剛跟我們看外面看 已經到北京了嘛 所以那叫過客 他在北京講說 馬英九是台灣當局領導人 如果他昨天在台北賓館講說 馬英九你是台灣當局領導人 就是送那個話 他不是送那個馬給他 他如果這樣 因為那個時候收音又突然收到了 如果陳宇敬講說 你把這個話送給台灣當局領導人 你 陳宇敬回得去嗎 絕對不要幫你刷 昨天延伸不會這樣結束 他就不會這樣說嘛 那對我們而言 胡錦濤是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什麼總書記 什麼國家主席 大陸那個官線我都弄不懂 對我而言 胡錦濤就是大陸當局領導人 我們剛好跟胡錦濤騎 我剛好跟他騎 有佔你便宜嗎 我怕講騎他都聽不懂 有佔你便宜嗎 你就是大陸當局 搞不好他們自己 也叫他們自己的領導人 叫大陸當局領導人 我說如果要這麼樣的在乎名稱 民進黨要把立場講清楚 就說好 因為你不稱呼 以後總統可能是蔡英文 也可能是蘇貞昌 我就不點名 那你不叫我總統 那就不要直行 好不要三通 好不要入課 不要入字要講清楚 因為你不叫我總統 通通都不要欺騙 看你的贏不 看你選舉贏不 你不贏你就做總統 你不要玩半套的 我最討厭半套的 買就買 我就買 你要你就說 好 那什麼樣的情況下 我問一下 不要執政的時候也亂 在野的時候也亂 你到底你告訴你所有的支持者不管昨天有沒有去抗議 你告訴支持者說 也要告訴全國民眾說 我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是什麼 我跟你講啦 主持人 我 沈醫師比較了解 我的初淺了解 在他們黨內 自己都擺不平 黨內自己都擺不平 你到底是誰 你不要一下子轉 一下子 你要告訴我們 如果民進黨要重新執政的話 你的兩岸關係是怎樣 是來一定要叫我總統 永遠不要來 這個東西不能猶豫 也不能有模糊空間 要說清楚 搞不好他們根本不想再重新執政 所以不告訴 我覺得成員這一趟 其實很厲害 他從頭到尾 沒有看稿 沒有稿 那都講著不吃螺絲 也很少有口誤 不過我有點小意見 第一點 他說這個公道自在人心 我們這邊的人 如果小心 比較小心眼的人 不爽 因為統獨的事情 是大事大害 跟公道無關 這邊都說公道 那第二點 他說海協會的領導人 跟台灣當局的領導人 我覺得 他那個海協會的領導人 是可以省就省了 我們海協會就好了 或者海協會的會長 我 海協會的領導人 跟台灣當局的領導人 領導人對領導人 我 C咖對我們的A咖 有一點自大 有一點自大 我覺得兩個領導人同時出現不好 還有第三點 還有第三點 我覺得我讚美他 有一句 台灣同胞不了解兩岸的情勢 那個我講過了 第二個我覺得有一句話 大家 那個P4平面媒體 有把它當作標題寫出來 有同樣的事情 你們這裡做起來比較不容易 你看那一句話 我覺得意義深遠 你說你們吃到民主 你們用無效的民主 來換這個 換這個 民主來換這個無效率 對 無效率來換這個民主 尖免五湮俑 這點不只說國際形象 我們傷了一點 這點我才覺得說 有人口口聲聲都要說 中華民族 日未來政自的 都是來克蘭 台穩 這點我們就自己 打了一個嘴巴 我補充一下 陳云林回北京 他在講什麼 他家事 他下次來要什麼幹嘛 你下次能來再講 你就是私家了 昨天在台北賓館拍照 因為他們進去先拍照 誰坐最中間 當然是總統坐中間啊 你在等誰來 馬英九來你才拍照的啊 你跟江炳坤中間各個位置在那邊等馬英九來啊 誰坐中間 馬英九坐中間 誰制止啊 你連麥克風都拿不到你什麼東西啊 什麼領導人不領導 你連麥克風就沒有 我跟你講 今天如果陳玉琳拍照坐中間 江炳坤跟馬英九坐兩旁的話 那真的完了 那真的要包圍台北賓館 不是嘛 不用靠你陳玉琳承認 你回去好好的好好休息吧 不必啦 我們先進廣告了